之前也有一次曾經就是 一上去 哎呀 沒有油了 完了 可是我要去趕通告 好 沒關係 先開去再說 就開去的路上已經呈現是紅燈了 然後很開心 停到停這場 欸 還可以用耶 好好 然後呢 通告結束完了之後 我要開車回家 要開車回家 還是在亮紅燈 我心裡就覺得很緊張 一定要加油 所以我就打開皮包 我剩三十幾塊 真的開到加油站去說 麻煩你幫我加三十 不是三十七塊 幫我加三十七塊的油 因為 你想說多少撐一點點 至少撐回家 不然你的話 就差那三十幾塊 搞不好你可能在半路就沒有油了 所以就真的開窗下來說 加油 有人家加三十塊的喔 有啊 一公升啊 沒有 我跟你講 他就傻眼了 這樣形容可能還不誇張 開車去請人家加三十幾塊 開車的寶特瓶給人家 對 開車加三十幾塊 超多的 而且像我們我覺得最怕就是什麼 以前現在有人按鈕 例如說你要加多少 會直接按多少錢 他出來的油量就是這樣 那我真的很怕那個工讀生 每次要加台 例如說要加熬如說加三百 我加三百整數 但你就是已經 就是最底線就是三百 他 多了十幾塊 那十幾塊那個 介於那種 尷尬那種 不是那種一百塊五十塊 你很好我跟大家講 那多十幾塊 然後你沒有那個十幾塊 差十一塊 那十一塊 怎麼撈都沒有十一塊 就很尷尬 你就會覺得 怎麼會人車就卡在這個十一塊 你說卡一個大條的 一百萬兩百萬一萬塊 卡一個十一塊 我人車怎麼會為了這十一塊 跟他那麼窘 而且他是一個小朋友 我還要跟他低頭 我也來把車停在加油站 就是錢不夠 我就打給我老婆說 我以為你這很誇張 這樣不行 他就回答 他說 他說 你現在到後車座 地毯 右邊底下先開 裡面有一千塊 哇 真的嗎 我從來沒有那麼有自信過 沒有 我覺得那是我人生最耀眼的時候 十塊錢 被提供打到 但是我收出來覺得 我有一千塊 他還找我九百多塊 我那時候 油門吹出去的時候 我覺得我好驕傲 我好驕傲 真的太憋了吧 我跟你講 有一次啊 坐計程車 我一個朋友 就差十塊錢 然後就到大哥家嘛 就他一個結拜大哥 然後就看到大哥 師傲 拜託九十塊 然後師傲就跑進去 很久才出來 想說 欸 人家計程車 等於就借十塊錢 然後師傲就出來 喔 這 拿去 十萬塊 因為他們的單價不一樣 哇 哇 十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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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 十塊 十塊 你不是要 十塊 你不是要 十塊 你不是要 十塊 十塊 這個心情馬上雀躍啊 整個八桌上 麻煩你 找 錢 但是各位有沒有這個說真的 也要幫自己想一點辦法 有沒有想辦法可以弄到私房錢的方法 我都會 比如說吃飯的時候 都是他付錢嘛 然後我就說我去幫你付錢 我就拿著他的皮包 然後呢走走走 比如說今天吃了六百七十塊 然後我就拿一千 明明他就有六百七十塊 我就會故意拿一千塊給人家 然後讓他找錢 找的那三百三十塊 就會直接放到我的口袋 然後我再把皮包封起來 還給他 這是一個偷竊行為 對啊 這是一個偷竊行為 然後 這是一個服務費 對 這是服務費 這真的是服務 跑腿費 然後我走回來 我就會笑笑的看著他 他說 然後我就這樣 然後可是因為你怎麼 生活的確信 對啊 你就是 那一點點買東西的幾十塊 我就把它塞起來 對啊 我跟你講 那小孩有時候 小孩A錢這個才厲害 我充分懷疑是A錢 可是因為他那個話術實在太厲害了 也就認了 就要去拿一百塊給他去買口香糖 OK 大概是四十塊 所以找了六十塊 六十塊是不是一個十塊一個五十塊 OK 然後回來就說媽 媽 剛剛出了一點事 你要先聽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這厲害了 對 媽說 那 先聽 好消息啊 她說 我那個錢拿在手上的時候呢 就一個亮嗆了 亮嗆 一個亮嗆了 錢就掉地上了 OK 那這個好消息是什麼 好消息是 五十塊滾到路邊了 那壞消息呢 是十塊掉進洞裡了 哇 哇 所以他就要A了十塊錢 他還有五十啊 他還有五十啊 所以還有五十啊 是 你再十塊沒啦 結果A了十塊 沒有啊 掉動裡了 我說他A了嗎 不是他 對 小孩話都說到這份上 你還要戳破嗎 就算了 太有才了吧 邏輯性太好了 太強了 這一個高考做為一定100分 沒有我覺得其實在生活中 我們一定要想盡辦法 因為其實 你的辦法是什麼 我的辦法其實因為你知道 女生其實有兩項是最 他們最不懂的 第一項是電器 第二項就是車子 他們覺得車子都長一樣 然後保養也是應該的 他們觀念就覺得 五千公里你就要回去保養一次 但是其實回原廠保養 跟一般修理廠保養 是不一樣的 差很多 對 有認識跟沒有認識 然後自備有品 跟不自備有品 是差很多的 有認識跟沒認識的車廠 差多少 差多了 因為可以 最少可以差到 我覺得可以差甚至 原廠跟一般的副廠的話 大概可以差一半 一半 一半 那保養一次要多少錢 如果到原廠 大概平均會在三千到五千 所以你可以A兩千 小保養 自備有品跟非自備有品 差多少 中間自備有品 大概差五百到七百 所以現在已經兩千五了 對 好 然後呢 這樣算起來 而且你知道熟的人 熟的人他可能還會打九折 哇 所以你保養一次 可以賺個差價三五千塊 三五千塊 然後例如說你有時候 去逛街買東西的時候 尤其是我們有時候 很多朋友都開服飾店 那你想要買一個東西的時候 你就會拍照 欸比如說 問老婆這個東西好不好看 就拍給他看傳給他嘛 然後他就欸這個好看 這個好好看 然後其實然後你就拍給他 他就這樣多少錢多少錢 然後再用相機拍另外一個錶 把錶拍給他 把錶拍給他 另外一個錶 所以一千五的你就拍三千的 對 然後中間就有差價一千五 哇這個就差多了 但你A很多欸 會啊 你很多地方都要來自來的 對 如果是這樣 你這樣你還有什麼資格 坐在這邊啊 對啊 所以很好做欸 你門打不開是活該門 我老 那為什麼有人把錢埋花盆裡面 家裡面有種花盆嘛 有花盆 然後你找一個比較大一點的花盆 你把那個錢 A人的零用錢呢 就把它放到塑膠袋裡面 那因為花都是我在澆著 所以你就把那花挖一個洞 然後把錢放在裡面把它蓋住 反正你澆怎麼澆水 也不會弄到那個花盆 就是這樣 那錢就可以藏在裡面 藏得很好 但是就是你要去拿花盆的時候 你不能在他載的時候啊 你要你要在他不載的時候拿 可是你要是要放好 不然他有時候會回來說 欸 為什麼這些土跟那個土 我真的佩服欸 你說這樣我這個激性藏錢啊 我一定會藏到寶劑 對 我跟你說那個是 那個還簡單啦 那是一般大概 家裡有它除非有種花啦 你就可以這樣做 我發現現在一個地方更棒 你講到說那個坐墊 現在不是一個桿子嗎 就是那個屁股 那個桿 好剛管你 好認真 超像 你沒事空了 你只要把那個錢捲一捲有沒有 然後把它放好 塞進去 哎呦 騎車是一坑舒服的咧 真的 喔 難怪那麼多男生喜歡騎腳踏車出去 真的 太厲害 而且對不對 我跟你講 我們都不只 就光騎車就好了 我們通告騎過來 騎車腳踏車裡面很多錢咧 是不是 高招 可是我說那個放那個男生啊 如果要放私房錢 一定要放在女生一輩子 不會去碰的地方 沒錯